這天氣突然很熱 吃完早餐 拿齊家餐 我們就去玩沙灘 這裡不是匡民處附下的沙灘 所以就沒有封閉 你看水多清澈 還要四周沒什麼人 想知道在哪裡 片尾就會告訴大家 原本我們就在這裡紮營 但是太浪費了 所以我們就決定搬來樹底下 搬迎? 一點都不辛苦的 因為這個未夠三歲的小朋友 已經可以幫得手了 好了 看你這麼乖就請你吃士多啤梨 原來你咬不到釘 讓我幫你 阿公原來幫你吃釘的 其實我是喜歡吃蕉的 還要睡在這裡吃 才夠過癮的 吃完東西 這個小朋友就在石灘念習 我昨天教他的手球 喂喂喂 這裡的水這麼清 不要浪費呀 我和你下水玩 今天水是不是很清 有沒有魚呀 沒有 沒有魚 讓我帶你來看看 看不見到呀 正在游 走了呀 你想徒手捉魚呀 你帶了漁夫帽 你猜你就會捉到魚的了嗎 啊 哇 好大魚呀 你看呀 你幫我踢上去吧 不用踢上去 我帶你來石灘的另一邊 你看這裡靜止的海水 咦 幾多魚呀 還有一隻剛剛脫了學的懸殼蟹 嘩 怎麼這隻這麼噁心 哈哈 這隻不知名生物就過癮了 就連大膽的大小姐都會說 我不想見到牠呀 OKOK 我和你去掘蜆啦 嘩 你都很厲害呀 用兒童玩具 連蝦仔你都掘到呀 很多東西呀 嘩 你這麼大豐收的呀 嘩 大隻手掌那麼大呀 這隻好大隻呀 這隻好像怪獸那麼大隻呀 辛勞了半天 又是時候休息一休息 吃個下午茶先 我們吃海景下午茶啦 而我 就獲得香蕉一隻 以作獎勵的 還有清熱解毒的椰青水 很有旅行感覺呀 我自己去泰國呀 菲律賓呀這個 這個時候如果有罐冰凍啤酒 或者汽水 就更加正了 所以我們就穿過紅樹林 去旁邊的沙灘 找士多啦 眼尼的朋友 是不是開始認得 這裡是哪裏呢 阿妹你要不要汽水呀 七元罐而已 裡面賣 你要哪一隻呀 你進去選吧 這裡就是 杜頭灣村的福記士多 就在馬鞍山盈海的前面 我們上次都是搭的士 來到杜頭灣的村公鎖 走到這條斜路 然後就可以到這個沙灘的了 跟小朋友來沙灘玩 我們帶的工具很簡單的 一個交斗 已經玩到他多開心 小朋友 你這條不是泳褲來的 濕透了 原來這個 褲子濕透了 是呀 那為什麼你又沒有穿衣服呢 我身上衣服 濕透了 那好吧 誠實的人 是應該得到獎賞的 我送了玫瑰花給你吃啦 嘩 真的挺好吃的 你的玫瑰花是什麼味道 看似的小孩 這個石灘的環境 真是不錯的 前面就是大埔池山寺的觀音像 後面就是雅典居 自己玩完水 又可以看人滑水 最棒的 就是可以躺在一個寧靜的沙灘上曬太陽 好了 讓我這個人肉航拍機 帶大家看多次現場環境啦 亂看 看第九一 麥克的 肚子佳佳深 老是 比倫座 富豪的 富豪的 所以 又去年 這裏 不然難怪又到日落 又到日落 又開始活動教學啦 的嗎 日落的時候 很臭 日落可以背什麼唐紙 八日依三峻 對呀 然後呢 你看著 八日依三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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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 海落 日窮天美物 分享一層樓 好耶 你要拍手 拍手 好耶 妹妹拍手 妹妹不只會拍手 還會監督我們收拾營地 愛護大自然 留下足跡 就不要留下垃圾 你看看這些鳥仔和小白佬 在黃昏遊人走之後 他們就會出來找食物 吃了垃圾就大件事了 離開石灘 我們沿著這條小徑 走兩三分鐘 就可以去到馬鞍山的長徑村 然後就可以叫車回家 先給大家看一下 小白佬 爪子 就很喜歡 讓大家看看今天捕到的蜆 原来他们是司坎 记得订阅和赞好我的频道 拜拜